大家好,我是老莫 今天咱们做的是上海小笼包 教大家怎样做才能汁多肉嫩 面皮更薄,不容易烂 吃起来口感更加筋道 先说材料 这里是高筋面粉,150克 蛋白纸含量在12.5就可以,不要太低 加上1克盐 大家不要小看这1克盐 放进去之后,这个面筋呢 它的撑拉弹性就更足 包的时候不容易撕烂 然后准备温水,85克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凉 这个面筋呢很容易回缩 所以要用温水,而且水量要稍微多一点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咱们可以降到75克 这样冬夏两季 活出来的面团就能保持一样的硬度 另外,活好的面团 因为是死面,在揉的时候 一定要彻底揉干净 里面不准有干的地方 好之后,表面光滑,没有窝水 然后直接包起来饧面 这一步大家要特别注意 饧面的时间保持30分钟 还是因为气温比较低 所以咱们保存的时间要长一点 接着来说拌馅 材料,咱们准备的四肥六瘦 鸡肉稍微多一点 吃起来口感更香 如果不想那么香的话 咱们可以降到三期也没问题 这里的量是350克 然后加上生姜5克 葱白末,准备15克 不爱吃姜葱的朋友 可以把它换成姜葱水15克 然后常温水准备80克 直接倒进去 黄酒或者是米酒8克 细盐3克 鸡精3克 胡椒粉2克或者是13香2克 香油准备20克 稍微多放一点更香 加完这些东西 咱们需要先搅拌一下 把里面的水分包括调料 搅拌匀 这一步搅打主要是为了把里面的水分和肉 充分的融合吸收 拌好之后 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下面有没有水渍 没有水渍是最合适的状态 这加上3克老抽 不喜欢也可以不放 不过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老抽也是咸的 它能挡一颗盐 咱们前期放盐的时候只放了3克 馅料拌好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搅打的时间不要过长 如果搅打的时间太长 就像吃字头 它就会特别结实 嫩的口感就会比较差 像咱们这个馅拌好之后 能抖散就OK 尽量不要搅打的过于紧实 这样它的口感就是嫩的 而且蒸好之后 它这个汤汁很顺利的就能出来 最后一步大家需要注意 拌好的馅放到速冬冰箱保存半小时 就是留给佐料融化的时间 这样它的味道自然就会更均匀 接下来处理面团 咱们这块面团保存了半个小时 取出来之后 案板上撒上干粉 这个干粉量尽量不要太多 最关键的是 只要不改变面团的硬度 这个量就是OK的 揉面这一块大家需要注意 因为面是死面 揉的时候也非常好揉 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准 不要揉得过于长 本来它是松弛的 如果说揉面更长时间 面筋比较紧张 擀的时候容易回缩 只要把面团压紧实 表面变光 没有气孔就OK 然后搓成长条 咱们准备一下剂子 这个剂子保持在8克左右 如果拿捏不准的话 咱们在下剂子的时候 可以用电子秤秤一下 尽量保持匀一点 如果想学这样手工下剂子 咱们前面有专门的视频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看 下好剂子之后 撒上干粉防粘搓匀 然后在按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顺着这个揪面去按 这样你擀出来的面皮就比较圆 千万不要随便按 拌好之后 用保鲜膜给它盖起来 防止表皮风干 然后擀面皮 大家需要注意 它中间要留一点厚度 边上这个位置 能薄 尽量薄 用自己的最大能力 擀的薄度 自己能够捏就OK 这样就能轻松做到 薄皮 细而大 接下来包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咱们这个面皮是8克 放馅 放20克 这个馅量 才能有更多的汤汁出来 包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 因为馅比较多 别让它粘到这个面皮边上 那样的话 咱们包好之后 它上面容易开口 那样的话 汤汁就很容易跑出来 捏到最后 咱们把这个揪上来 然后像这样 给它团一团 团成一个尖的状态 把包子口封死 这样就不容易漏汤 包好之后 这些包子呢 稍微有点歪的 咱们一定要给它扶正 往蒸笼里放的时候 有歪的 一定要给它调整一下 那样咱们蒸好之后 它不会东倒西歪 全是直上直下 整体的状态也会比较好看 还有大家需要注意 包好的包子 在外面的时间 千万不要太长 一旦这个表皮被风干 咱们蒸好之后 它上面就是硬的 被包好之后 直接大火上锅蒸 像这样的包子呢 基本上10分钟就OK 速包子的话8分钟 小笼包咱们就蒸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没有破皮 也没有流汤 整体的效果还是OK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汤汁 咱们稍微戳破 这个汤汁就能流出来 馅的口感非常的嫩 咱们在制作小笼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咱们前面说到的每一步 在家里面才能做出理想的状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尝试一下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